B13要講的是原子量跟分子量 這個國中教過了 所以我們只會就高中的東西來跟你做講解 國中就已經有教過原子量跟分子量了 所以我們就高中的東西來做講解 第一個 何謂原子量呢 原子量它是一種比較值 那有一個單位叫做國際純化學技應用化學聯合會 那個叫做IU BAC記一下 IU BAC 全民喔 不要不要這樣子欺負我對不對 好 來注意看 他說我用碳12的原子量等於12 當作標準 其他的人跟他比較 如果有人的原子量是他的兩倍 有人的質量是他的兩倍的話 那那個有人他的原子量是多少 碳是12 有人的質量是他的兩倍 那有人的原子量是多少 是不是24 有人的質量是他的一半 那他有人的原子量是多少 是不是6 可以接受嗎 大家去跟12來比 大家去跟12來比 大家去跟12比 好 那原子量的單位 叫做AMU 這個叫做原子質量單位 原子質量單位 原子質量單位 AMU 所以就比較值的部分 那UPSC說碳12叫標準 那AMU他同樣也講了一句話 什麼叫做AMU 他列了一個標準 他列了一個標準是這樣子的 他說AMU的重量 一個碳12的重量 一個碳12質量的12分之一 叫做1AMU 一個碳12質量的12分之一 叫做1AMU 這很多人沒辦法接受 很多人也算不出來 所以我現在算給你看 首先我要先請教各位同學 1 墨爾等碳12 等於多少功課 這應該簡單吧 多少 12 有沒有人有意見 應該沒有吧 好 那我問你喔 如果我今天要把1墨爾換成 一個 我要怎麼做 我要把1墨爾 換成一個 你要怎麼做 除什麼 6乘以10的23次方 為什麼 因為1墨爾等於6乘以10 23次方個 對不對 所以你把1墨爾換成一個 你除了6乘以10的23 你除了6乘以10的23 所以 你除完之後 一個碳12的重量 就會等於 6乘以10的23次方 分之一 分之12 你除了6乘以10的23 除完之後 這就是一個碳12的重量 目前為止有什麼問題 可以接收嗎各位 可以那再來 所以我已經有一個碳12的重量 一個碳12的質量叫做 6乘以10的23次方分之12 那請教各位同學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所以 1AMU 等於一個碳12質量的 十二分之一 那是不是就會等於 你做計算一下 一個碳12 一個碳12就是等於 6乘以10的23次方 分之12 這個叫做一個碳 一個碳12是這麼多 等十二分之一 等十二分之一 那把它約分 上下約分 約完之後得到了 一個AMU就是多種 一個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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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是 6乘以10的23次方 分之一 單位是公克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沒有吧 那這個算出來 數字稍微記一下 1.66乘以10的 1.66乘以10的 負24次方公克 公克 這就是EAMU 一個原子的質量單位 對就是那麼重 好這我證明出來給你看囉 我從一末爾 就是你國中學的 慢慢的帶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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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們現在要教你的東西 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各位 為什麼你們都穿蝙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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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秀學號 學校一起秀的 為什麼有人有秀 自己秀 好 奇怪 難怪這兩天 上一年級的課大家都穿蝙蝠 覺得奇怪 想說怎麼一年級就在那邊擺老對不對 前不都是三年級 一來學校就把蝙蝠脫掉這樣 然後男生就換脫鞋 換海蝙褲 夏天的時候 真的假的 怎樣你要學了嗎 跟你老師講 完蛋 跟你媽講 來 繼續往下看 這是EAMU 所以 以後我們要怎麼表示碳12 碳12的 一個碳12 一個 碳12 它有多重 一個碳12就是 12AMU 怎麼重 所以把它換成功克數 就是12乘以1.66 乘以10的-24次方 功克 所以我問你一個碳原子很重還是很輕 超級霹靂無敵輕 可以嗎 那你以後常常就需要把AMU 換成這個東西 這樣子你就可以寫出功克的單位 不然以前你國中的時候跟你講原子量有沒有單位 沒有吧 你國中的時候應該是跟你說原子量是沒有單位的 那高中要教你原子量有單位 那個單位叫做AMU 同學要會喔 然後AMU還有幾個很討厭的東西 稍微來看一下 我們從這一個關係式 從這個關係式來看一下 AMU裡面有什麼討厭的東西要我們學的 如果1AMU等於6乘以10的23分之1功克 那1功克等於多少AMU 1功克等於多少AMU 是不是就是把這個分母的部分往左邊乘 對不對 所以1功克等於6乘以10的23次方AMU 這滿討厭的 換來換去 這種東西換來換去 滿討厭的 稍微了解一下 那沒什麼了不起 就是這樣子而已 有問題嗎 有問題的你出來喔 你沒有聽出來 我就過去囉 好再來 我們來提醒各位一下喔 IUPAC說碳12的原子叫做12 然後一個AMU叫做 一個碳12質量的1 2分之1 有同學說 那我可不可以改 我今天可不可以改成這樣 一個氧16的1 1 6分之1 可不可以這樣講 可不可以 還是說我能不能改成一個 但14的14分之1 可不可以 不行 不行 這個定義說1就是1 說2就是2 完全不可以改 就是這樣 這個定義 所以紅色光號 光起來的 只要裡面有一個字不一樣 那個定義就是錯的 聽懂我的意思嗎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後面自己寫喔 絕對不可以改喔 全部都要寫這樣子喔 全部都一定要這樣子寫 只要有一點小差錯 就打XX 就不可以選 好 稍微了解一下 C 平均原子量 什麼叫平均原子量 假設我有一個原子 原子如果叫做m的話 m它如果有同位數 分別為m1 and m2 那含量分別為 x1% x2% m1 m2 說不定它還有更多 它可能還有m3 m4一直下去 同位數 這個叫做同位數 這個是同位數 一直下去 無止盡的下去 這是同位數 m在自然界當中 如果具有 同位數 那同位數的含量分別為 x1% x2% and x3% 那你可以理解 右邊 右邊的含量 全部加起來 會是百分之幾 右邊這個含量 右邊的含量 從x1 x2 x3 全部加起來 會等於百分之幾 百分之一百 可以接受嗎 OK吧 含量的總數 總和會等於百分之百 這一定沒有問題 可是很多人考試的時候 都不會做 很怪 含量的總和叫做百分之一百 這應該沒有問題啦 含量的總和是百分之一百 再來 平均原子量 平均原子量寫成 M-Bar 上面加了一槓 叫做Bar 讓它唸成Bar Bar M-Bar就是平均原子量 平均原子量怎麼做 就是用M-1乘上它的含量 x1% 加上M-2乘上x2% 加上M-3乘上x3% and so on 一直下去 看一笨 聽不懂意思的話 講一笛你就懂 18 detail look in-2 18夜璦貴2 就是在講這個 18夜璦貴2 他說什麼 綠有兩種同位素 分別叫做綠三五還有綠三七 綠有兩種同位數 綠三五、綠三七 那題目告訴我,綠三五佔有75% 那請教各位同學 綠三七有幾%? 25,感謝你,因為相加總和要等於100 所以今天綠的平均原子量 就會等於綠三五 乘上75% 加上綠三七 乘上25% 這就是它的平均原子量 那綠三五的原子量叫做35 35乘以75% 加上37乘上25% 算一下吧,這等於多少 算一下吧 一個人乘以75%,一個人乘以25% 這個算出來的就是答案 這個叫做平均原子量 我們把整個世界上所有的同位數乘上它的含量 平均得到的數字叫做平均原子量 好,算出來多少 35.5 35.5這個數字稍微記一下喔 我們在算綠的原子量都是用這個數字 35.5 譬如說HCl的分子量等於多少 氫是1嘛 綠勒 35.5 所以就等於36.5 那如果說一個HCl有多重 加什麼東西就好了 AMU 剛剛學的 可以接受嗎 好不OK 一個HCl分子有多重 36.5 單位叫做AMU 剛才講的喔 只要前面加了個 幾個 單位就是AMU 好,就這麼簡單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要繼續往下講第二大點 原子量講完 第二大點請看 分子量 何為分子量呢各位 何為分子量呢 講分子量 什麼叫做分子量 分子量極為 分子中 各 原子 各原子 原子量的總和 就是分子量 每一個原子的原子量 把它加起來 就可以得到分子量 沒什麼了不起 剛剛HCl就表現過給你看 那分子量 就講到這邊 我也不知道會講什麼 沒什麼好講 第三個 亞佛加絕數 什麼叫亞佛加絕數啊各位 你會不會 亞佛加絕數 亞佛加絕數 有些人把它寫成 NA0 或者是寫NA 有些人寫NA0 不一定 都可以 NA 一個NA 就是一個亞佛加絕數 亞佛加絕數等於幾個 等於幾個 6乘以 10的23四方個 這個又等於1 莫爾 這又等於1 莫爾 那莫爾數怎麼做計算呢 莫爾數怎麼做計算 第一種方法叫做 質量 去除上 原子量 或者是分子量 質量去除上原子量 或者是分子量 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叫做個數 去除上亞佛加絕數 這都是國中教的對不對 這些東西國中有沒有學過 有吧 還有高中要學的 注意看喔 高中要學的 高中要學的是這樣子 等於 等於 會等於氣體的 體積 除以 22.4 也會等於氣體的體積 除上24.5 我現在就是要來教你 這些東西怎麼來的 什麼時候要處理 什麼時候要處理 要處理22.4 注意 STP的情況 處理22.4 STP叫做標準狀態 標準狀態 在 就是 零度C 一大氣壓的時候 任何氣體 22.4公升 都會等於1 墨爾 任何氣體 你只要拿22.4公升 都等於1 另外一個 24.5 它叫做 NTP NTP 中文 一般狀態 何謂一般狀態 一般狀態 叫做 25度C 一大氣壓的時候 24.5公升 任何氣體 你只要拿24.5公升來 就是1墨爾 這兩個東西 請你務必要記 對氣體的體積而言 STP and NTP 一定要會喔 各位 一定要會喔 STP and NTP 所以 來注意看 如果今天在 零度C 一大氣壓之下 老師拿了三代氣球 這三代氣球都長得一樣大 好 這三代氣球都是22.4公升 這三代氣球 都是22.4公升 22.4公升 22.4公升 那一代叫做氫氣 一代叫做氧氣 一代叫做P 隨便講 P也是氣體 對不對 大家都是22.4公升 請問你他的墨爾數比較 誰多誰少 誰多誰少 一樣多 可以接受嗎 會不會OK OK喔 考試就這樣子考喔 不管任何的氣體喔 不管任何的氣體喔 那再改溫度 假設今天溫度上升到25度C 那所有人變成24.5公升 24.5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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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三個人比墨爾數 誰多誰少 是不是又是一樣 好不好OK OK喔 考試就這樣考喔 那我再考你第二題 這都是很簡單的題目 小明放P放了11.2公升 小明在零度C一大氣壓的時候 放P放了 很多老師怎麼那麼髒 沒有 只是貼近時事對不對 對啊 小明放了11.2公升的P 在NP 在STP的情況下 放P還那麼科學 STP的情況小明放了11.2公升的P 請問你這樣這個P等於幾摩爾 0.5摩爾可以接受吧 你怎麼做 你是不是拿去除22.4 就得到答案了 可以嗎 會不會OK OK喔 所以各位都會放P囉 對不對 各位都會算P的摩爾數囉 本來就會放P了 好 再來 第四個喔 我們來複習一下雅佛加絕的定律 雅佛加絕定律他說 同溫 同壓下 同溫同壓下 如果今天又同體積的話 氣體 這個只能講氣體 氣體在同溫同壓同體積的時候 會具有相同的什麼 會具有相同的分子數 那分子數就是講什麼東西 分子數就是在講摩爾數 稍微了解一下 那如果今天在整個化學劑量裡面 化學的反應是如果有係數的話 係數比就會正比於 分子數比 就會正比於 墨爾數比 還會正比於 氣體的體積比 好 現在你就全部都了解了 分子數比就是在講墨爾數 這沒有問題 下課了喔 怎麼那麼快 都還沒講過癮就下課了 分子數就是摩爾數喔 那氣體體積就在這個地方 STP跟NTP 哇阿都沒時間在做題目 真糟糕 好反正 但是